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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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生肖蜀牛或者地支有丑的人逢冲 本月对于生肖蜀牛或八字中带丑的人来说 逢丑未冲 本月容易太过较真 和周围人发生冲突 心态上倾向于一条路走到黑 执念颇深 开销方面会明显增多 部分人会迎来职场的动荡期 需注意皮肤 脾胃 心肺系统方面的健康 八字里出现鬼丑移住的天地双冲 本月会经历强力动荡期 一身心疲惫 不宜做重大的决定 天干有鬼水的人 需格外注意心脏 肾 血液系统的健康 月令尾毛的人 本月注意磕磕碰碰 尤其是下厨时 当心身体受伤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本月的十天干的运势情况 甲目人本月天干伤官 地支做正裁 身强的甲目日主 本月表达欲爆棚 想法和行动会并轨进行 不会停滞不前 如果本月有新计划开展 大概率会迈出扎实的一步 如果你从事的职业与艺术 创意 技术 技艺有关 那么在这个阶段 你的个人业务水平会迅速提高 同时也是相当高产出的时段 单身男甲目有脱单的可能性 深弱的甲目日主 本月工作学业方面 有容易偷懒的倾向注意力很难集中 经常不在状态 情绪容易激动 要预防争吵冲突 本月的意外支出会变多 投资需要格外谨慎 单身女甲目感情运势平平 有班的女甲目 要防止和另一半爆发争吵 以牧人本月天干食神 地支做偏财 深强的以牧日主 本月在运势相对于上个月 要更上一层楼 但是由于石神丁火被年干人水合走 减小了以牧的行动力 但是总体而言 本月以牧的装备还是很强大 深强的以牧选手 似乎面对所有需要解决的事物 难度都降低了一半 所以深强以牧要珍惜这个月的势能 尽可能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只顾拖延和享乐 下个月你们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深弱的以牧日主 本月是神才兴旺而泄气 好在处在深强流年当中 深弱以牧在这个月运势整体也还不错 尤其是以牧男这个月与异性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流 皆有可能擦出爱的火花 有聊不完的话题 炳火人本月天干劫财 逼之座商官 深强的炳火日主 本月运气持续低位运行 本月的你可能会毫无耐心 且在与他人交流上毫不让步 亦成为他人眼中难搞的人物 思维混乱的一个月 无法专心工作或学习 本月财运不佳 投资上尽量减少伤口操作 不要借钱或为朋友担保 要注意身体健康 心脏、眼睛、脾胃方面注意养护 深弱的炳火日主 本月得比节相助 容易认识新的朋友 得他人帮忙 但由于递之座商官 本月的炳火的感情运势需要注意 单身炳火 不太容易遇到靠谱的感情机会 已有伴侣的炳火 容易与另一半发生冲突 本月炳火说多错多 人际关系或感情方面 在能量催化下 极有可能出口伤人 引发冲突 低调一点准没错 丁火人本月天干比肩 地之时神 深强的丁火日主 本月深强比节旺 幸好有时神土秀 本月较忙碌 工作学业都会面临竞争和压力 财运平平 容易有不理智的消费 深弱的丁火日主 可以继续保持上个月的干净 会得到同事朋友的帮忙 学业上 也会有良好的学习效率和考运 感情运上 不论深强深弱 丁火男女感情运势平平 有般的丁火 本月容易和另一半陷入冷战 乌土人本月天干正硬 地之劫财 本月乍一看能量比较极端 深强乌土能量溢出 深弱党能量得以加持 但其实本月未土里藏着一个正关心来压阵 帮助平衡了本月的能量 深强的悟土日主 运势平平 各种开销和支出增多 有可能一咬牙一跺脚买昂贵的物件 深强悟土本月身体燥热 容易上火 深弱的悟土日主 本月立学业和考试 本月会有很多不错的想法萌生 可以立即行动起来 人际关系上有望结交新朋友 长辈缘较好 可能得到来自长辈的帮助 吉土人本月天干天硬 地之比肩 深强的吉土日主 本月较为压抑苦闷 心情不好 容易发脾气 遭遇不顺心的事情 工作上容易出力不讨好 独立感情 财运平平 支出较多 深弱的吉土日主 本月状态良好 精力较充沛 有望攻克难关 学生党也有不错的考运 单身的吉土本月 可能会对一个不可能的人 产生特别的情愫 日主更金的小伙伴们 本月天干正观 地之正硬 本月的更金们 会解锁运势上的顶配 财观应俱全 深强的更金本月 仍旧处于日程表拉满的状态 还是会有一定压力的 该做的事情样样不会少 只不过这个月比较上个月 会更从容地面对 深弱的更金日主 本月虽有压力 但是也有贵人相助 不论身强身弱 建议还单身的更金男女 不要浪费本月的能量 大胆地搜手起来 尤其是女命 过了这个村也许就没这个店了 新金人本月天干七杀 地支偏硬 深强的新金日主 工作上可能会遇到 棘手的工作任务 或者接触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好消息是一旦完成此类事务 你有望得到丰厚的回报 本月亦有姻缘 桃花不错 单身的人要把握机会 工作业务能力会有提升 可能会有挑战性的工作 一在竞争中胜出 得到领导与客户的称赞 深弱的新金日主 本月会感到压力山大 且较为郁闷的一个月 本月的关键次在于独立完成 即使有人提出帮助你 你自己还是要靠自己为主 不要把所有工作都指望他人帮忙完成 本月新金女会有脱单的机会 会有人在本月突然闯入你的生活 人水人本月天干正财 地支正观 深强的人水日主 本月会是你大有收获的一个月 人水会激活财观相生的主旋律 一可激活伤观生财 本月是名利双收 事业上有望大步迈进 深弱的人水日主 本月依然深弱 容易疲劳 容易生病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将非常忙碌 不利学业 考试 一部分人水要注意个人健康 鬼水本月天干天财 地支七杀 本月的鬼水宝宝们的运势 相比上个月稍有回升 但依旧没有脱离上个月的框架 声望的鬼水日主 本月会面临挑战 换言之 上个月的很多事物 并没有彻底解决 这个月可能依旧得继续发力 这个月深强鬼水取材 可以用富贵险中求形容 深弱的鬼水 这个月确实是一个挑战 你可能不得不需要他人的帮助 或者精神上的知识 才能安稳度过这个月 可能会压力大 而影响工作和学习的效率 本月容易因为焦虑学不进去东西 总之金钱失误 会在本月占掉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深弱鬼水需要注意休息 保持充足睡眠 鬼水男女皆容易在这个月 与异性碰撞出火花 一些旧人会在本月涌现 掀起你的回忆 部分鬼水本月会和前任或者就有联系 好了 关于人一年丁卫月的运势分析 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 感谢知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